日前,上海深光洗涤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与西班牙著名洗涤设备制造商高达集团公司举行正式的签约仪式,共同出资成立新的合资公司,解保深光洗涤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它是一家绿色环保高科技的新公司,它的签约标志着凤城镇,科技创新的步伐又迈上了新的台阶。 据悉,解保深光洗涤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将从今年7月份正式启用坐落在凤城工业园区的新厂房。 在新厂房里,工人们正在安装和调试各种新设备。 据了解,现有的厂房建筑面积达到了2万多平方米,公司将注重生产高品质及安全的优秀洗涤设备。 下半年正式运营后,产值将达到7000万元左右。 计划三年内,销售额达到2亿元,年实现税收1000万元以上。 所以我们这次跟西班牙在前前后,我们花了一年多时间,主要是大家一个上瘾。 我们借助他们发达国家的技术管理理念。 那么我们是因为国内的一些优势,我们在原来的企业的品牌基础上。 那么这样的我们就双方合作对我们企业的牺牲。 近几年,凤城镇党委政府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始终瞄准行业领军企业,注重引进符合1加1加X主导产业发展方向,符合战略型新兴产业和四星经济发展方向的优质企业。 同时,凤城镇还十分注重企业的生态环保。 深光和吉尔博合作项目在绿色环保、高科技、智能化方面有着明显优势。 这次的合作项目必将成为凤城镇引进高科技产业的成功点半。 接下来,凤城镇将依托产业优势,大力扶持向上海泰昌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深池实业有限公司这些科技含量较高的示范企业。 做强做大科技创新这块蛋糕,来进一步提升凤城镇工业经济发展的空间。